主要是談公費醫生 只是剛好孟凡是 離島小島的公費醫生 的這一場 座談 這是孟凡在這邊的 第二場演講 對不對?未來可能還會繼續 在這邊講 如果大家會好奇為什麼 灘灘時光東南亞主題出電 你媽不見了 在那邊 為什麼會在這邊講 離島公費醫生呢 是因為我們已經把 東南亞這個 詞擴展到了無限大 跟東南亞相關的 當然會在我們這邊演講 包括三樓現在有 泰文客 一樓有很多東南亞書 這邊有很多的 跟東南亞相關的講座 不過 東南亞之外的 就是傳統定義東南亞之外的 所有的移動相關的 所有跟非主流相關的 其實 或者是有帶有一些 抗爭批判意義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非常 希望能在這個空間發生 那這邊可以面對面的談話 那講者呢 也通常就是 盡可能都會講 那不能講的部分呢 我們就會關掉直播 然後繼續講 那大家也不要客氣 我覺得這個空間的好處 是 每個人都可以講話 每個人都可以發言 然後我們結束的時候 講完後面的QA的時候 我們會把麥克風傳下去 每一個人都要拿到麥克風 那 可是我們也沒有強迫 你一定要講 拿到麥克風 你不想講 就把它傳給旁邊的人 可是很多人 很多人是這樣子的 你沒有給他麥克風 他沒有想要講 一拿到麥克風 就拿不下來 那是每個人自己的心理機制 那今天這一場 欸怎麼變那麼小 公費醫師的 美麗與哀愁 那 孟凡要講 我們有安排一個橋段 不知道大家願不願意配合 這是 其實 我也是唱 他來聽演講的時候 我才認識他 然後我對這個名字 那個 很好奇 很有興趣 然後呢 又在小島 在綠島 所以大家現在 麻煩閉上眼睛 想像你在綠島的海邊 海風很冷 跟雞內狀況一樣 海風很鼎烈的吹過來 然後你對著大海 親身的海 孟凡 哈哈哈哈 沒有大家都沒喊 1 2 2 3 孟凡 我們剛剛也想問一下 這個孟凡 這個詞到底哪裡出來的 孟凡的媽媽今天好在現場 可是 孟凡的媽媽 你願意講一下嗎 你要公開撇清 你跟這個民主的關係 大家好 我是正好今天來台北 然後想說 就來現場聽聽 自己女兒是怎麼演講的 那個孟凡呢 其實我們當時只是說 她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 那我們只是希望說能夠平凡的長大 所以就找到一個凡子 那上面呢 平凡 又覺得女生平凡 實在說真的是蠻奇怪的 然後說 就隨便挑挑挑挑 然後她爸爸大概是喜歡做夢吧 所以就想說 欸 夢凡好像不錯 那其實 我是看著窮鳥書長大 但是我沒有印象中間有夢凡這個 啊結果 等她好像一歲吧 那那個窮鳥的那個連續劇喔 正好 好像第六個夢吧 裡面有個小孩子就叫做夢凡 我想說 糟糕怎麼來了 怎麼舉一個 就這麼真的是很夢凡的名字喔 可是真的不是我找 凡字是我起義的啦 因為我希望說我的孩子是平凡凡凡 能夠順順利益長大就好 然後呢 孟字是爸爸給的 好 就這樣子 謝謝 謝謝大媽媽 好 那這個橋段過了 我們接下來就要談非常嚴肅的 公費醫生的問題 請大家拍拍手 歡迎孟凡 謝謝張大哥 謝謝手 好喔 嗯 就是其實我今天要講這主題的時候 我會 我覺得 嗯 我會比較不知道就是 來的人想要聽的內容是什麼啦 就是 有沒有人想要講一下說 你們想要聽到的大概是什麼樣的內容 嗯 自有發言 可以 我可以先問一下 就是其實我會很好奇的是 就是光是小島就是離島 呃 醫師就是衛生所的那個日常 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我們會非常好奇 就是在 呃 他有日常跟他的非常 就是日常可能就是你們服務綠島上面的那些 呃 人民的就是一般的民眾 是怎麼樣 然後那個非常就是在 他們的那個暑假的時候 非常大量的觀光客湧入的時候 那時候你們的衛生所又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這個是我會蠻好奇 就是醫生在裡面的角色 跟你們怎麼和這個小島上面的這些人 的互動 的關係 對 謝謝 還有沒有人要問 其他人有別的想要問 這個跟 這個跟上次的其實比較 比較切 但這一次的可能會比較沒有講 比較少講到這個部分 那沒有 我等一下想 看看把它放在哪裡 好了 那其他的人 就是其他人來是為了想要聽什麼 可以大概跟我講一下嗎 就是我想要問就是 公費醫師 呃 在服務完之後的 出入 或者是走向 你是公費生嗎 我是公費生 所以你還在當 我是大一 你是大一是吧 OK 好 親自大一 OK 這個等一下你可以 我們可以再看看 OK 還有其他人呢 先給他一首啤酒 立刻樓下樓下喝一瓶酒 我跟他閃過 我是他同學 對 嗨 你好 我是明年會下鄉的 就是 目前在作業醫師 就明年會下鄉 然後只是 呃 因為 就是 黛雪姐她好像在那個 板上面有po 就是 如果要 轉院的話 有一些事情好像 不能公開講 所以我想聽 你們可以等一下把幾波關掉 這樣 還有嗎其他人 就是 或是可以跟我講一下 你們來聽的身份 就是你的身份 就是我才知道你們的理解是什麼 就是我才知道哪些東西可以跳進 我們剛剛講的每個人都傳一下 沒有什麼 然後再不講的話就往前 好 我應該算是 引爆不在這裡面的其中應該 工費甚至就有小組陳鴻偉 我跟我太太今天其實是來聽啦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我講話有時候會不小心 會需要關直播 那個我會盡量克制一下這樣子 就這樣我會提醒你 沒關係我隨時會關的 欸好可怕 你只要這樣 然後我就知道 關聲音然後不要 就是可以只關聲音 沒有不行了 就一定是整個關 沒有第一次有這個要求 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不要 只是剛好想先講 我們等一下會之後再研究這個技術 好好好 我們大家一二三 坐著的人都往前一百個 我們講著長得很可怕嗎 你摸什麼要這樣 往前往前 來來來 還是我從前面學妹請問一下 就是 就是你來 你也是大姨嗎 我也是大姨 太大姨全區的工費 對 你是原住民還是一般 那你想有特別想要知道的事情嗎 再往前好嗎 這位學妹 哈哈哈哈 我就是我覺得就是在進來之前就是大家對公分一聲就我覺得大家講法又差很多然後我就不知道珍惜情況到底 嗯 嗯 對 好 我後轉 欸大家好 我是莫凡小兩屆學弟 然後 然後 然後我跟學姊一樣都是台大醫學系然後兒科然後工費生這樣 所以我來這邊是想要做我過兩年會發生什麼事情 太大的啦 只是一台大的兒科 呵呵呵 好好好 下一個下一個 呃其實我是剛好今天三四月那個公費生制度小組的新聞我剛好關注到這個部分 那這裡就是你的 然後再次到後續的發展 那 想知道說 其實 知道目前衛福部體系的工費醫師跟 輔導會體系的工費醫師 這樣的差別就是 有 有沒有什麼樣的差別在 你是工費生嗎 呃不是的只是有 好奇這樣子 對好奇 ok 呃我是 就是可能兩年之後才會下鄉的那個工費 工費的那個醫學生這樣子 對那 那個 那就是 有沒有特別想說要知道什麼問題啊 就是 來這邊想說聽看看 我是明年就要下鄉非常哀愁的一個工費生 哈哈哈哈 那 八卦已經聽很多了 但是就是想看看說 還有沒有什麼方法 如果我們受到一些不公平待遇的時候 有辦法為自己爭取什麼東西 嗯 我是那個 台大那科的 也是要三年之後要下鄉 對 然後 哈哈 那個 陰影面積很大 還是來 了解一下 當年學姐當年是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哈哈 我是台大今年剛畢業的 我是一般的一般生 然後 但是我看 就是身為一個鄉民 就是 來來回回看大家 就是搏鬥了好幾輪這樣 然後 就很想知道說 現在到底就是 就是 進行到什麼地方 然後 就是 兩邊的想法 到底大概是怎麼樣 OK 好 還有 前來的長大 想要講一順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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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小姐好像還沒找到 對 好 大家好 我是 今年高三的學生 的家長 啊 所以我是特別來關心一下公費醫師 那個哀愁 有沒有可能變成 都是美麗 有沒有辦法去爭取 希望我們家長能夠幫忙配合 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你看 這個超重要 家長真的超重要 我是現在大二的公費學生 一學生這樣 就是新招的第一屆這樣子 對 聽說是美麗比較 比以前多一點點啦 但是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美麗的 在學校的時候我覺得一切都還蠻美麗的 我是孟凡的大學同學 然後我們都是念中三醫學系 然後我是 當時有家人 家人是公費生 然後他當時我的分數 他跟我說 絕對不要填公費 而閃過的自費生 所以我今天還是幫 但是因為我的朋友們 我們跟孟凡大家都很好 我們全部幾乎都是公費生 所以我LINE上面常常就會不時的出現很多需要被消音 或者是那個的 情緒性的字眼 所以 今天特別來加油打戲 然後來看看 遠在綠島的老同學 最後一個好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我是台大醫學系四年級的 然後就是之前有幫忙 那個公費醫師 我們記者會的主持人出現了 然後就是 孟凡學姐跟我說有這個講座 就來看看 妳姐這樣子 嗯 好喔 那我大概教大家 就是 就是想要聽到的內容 啊 我覺得齁就是 呃 很多事情就會變成是說 我們希望用一個 就是 我們希望看的 這件事情要看得多深 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只是想要開個幹稿大會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把直播關掉 然後就是 就是就可以先罵一輪 就可以罵到九點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帶來的 就是並沒有辦法帶來什麼 實質上的改變 就是大家情緒性的抒發跟情感的交流 大概就是這種過程 大概就是這種過程 所以等一下我會盡量 就是希望可以給大家一些 我們目前理解的公費聲支出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那現在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想想 未來該怎麼辦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非常的大 就是它大到不是一個說 我們現在去把某個人換掉 就可以解決了 就是解決這件事情 那我會盡量不要讓大家 就覺得很嚴肅 所以如果你覺得很無聊 或是你覺得就是 就是真的是太嚴肅 的話可以跟我講一下 我們就 就是可以再開啟 就是 八卦模式 或是開啟就是 離島公費聲 就是做蠢式的模式 就是 大家可以自由 因為反正這空間很小 所以大家可以自由發揮 像拒售就可以拒售這樣子 好嗎 那 既然這邊公費聲蠻多的 那就麻煩一下 就是哪 某個人告訴我每次啊 公費意識制度是什麼東西啊 就 就 誰誰 快點 不用這麼急 那個 就是公費意識制度 就是 就是 國家 國家為了增進 天鄉地區 離島地區的 健康福祉 所以就是 特殊的 就是招收 這樣子的公費意識 那它的好處呢 就是說 國家會幫你付大學的學費啊 甚至每個學家 還給你一點點錢 零用錢 多少 忘記了 一學期 一萬兩萬塊 忘記了 我記得 我不知道現在 以前應該是 一年可以得到 一學期大概六萬 六七五 那麼多嗎 六萬 一年六萬 但是還會幫你付學費 可是學費就看裡面 什麼學校會付的錢 會不一樣 但是其實現在的 就是 有算出來 反正總之你大概六年 就會得到150萬 對 這就是你的公費 對 然後 它的 換一處當然就是 你畢業之後 它就會有固定的分發模式 然後你就要去 就是 看你是哪一個系統的 看你是屬於 那個 榮總系統 還是學衛服部系統 它會分派到 你到它指定的醫院去 那這樣子 大致上是這樣子吧 這是重點 大家就是 剛剛學弟講的這些 那其實有一件事情就是呢 我們先界定一下 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好了 不然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公費生呢 光是醫學系公費生 就有這三種 一種是一般 一般就像我們 就是你只要是個台灣人就可以考的 然後另外就是原住民領導的話 你就是要有特殊身份 那再來就是 退撫會待訓生 退撫會待訓生 就只有國防 而且每一年時候 人數其實都蠻少的 那 一般醫學系的公費生 它其實也會分到 退撫會的系統 就是它 反正它是一個就是 他們有他們自己去分配的集資 但總之 一般醫學系公費生 會分去的 有兩個系統 一個是衛服部系統 一個是退撫會系統 那 退撫會系統去哪些醫院呢 有融 對 有融 就是所有 訓練現在的啦 舊治公費生訓練就在榮總 下鄉就在榮院 或是榮家 榮家 就是像是那種 養護之家 那叫什麼 榮民之家 就是比較像強教的 對 那如果是榮院的話 就看地點 它就是一家小型的醫院這樣子 那 衛服就是 一般的醫學系公費生呢 以前那是三分之一 會去退撫會系統 現在新治的是五分之一 會去退撫會系統 那 另外一個就是衛服部 的系統 衛服部系統 會分的地方 就是公立醫院 衛生所 少數會去私立醫院 那請問大家公立醫院指的是哪些公立醫院 有沒有人要 衛服部 對 就是屬立醫院 俗稱的屬立醫院 還有嗎 天啊 天啊 嗯 要公立的喔 公立醫院 公立醫院 對就是像是縣立 以前縣立 像棚 但是縣立有限定 就是比如說現在有的話就是什麼 馬公 是叫什麼 縣立馬公醫院 對 或是國軍 澎湖 不對 澎湖三軍醫院 對 就是這個也是可以分的 但是他有限定就是 衛服部立醫院 可以分 可以下鄉 再來就是公立的 少數醫院可以下鄉 再來就是他們有特別 比如說他比較偏鄉的 或是有跟衛服部合作的一些私立的小醫院 也可以下鄉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讓大家再看一下 到底會在哪些地方 那會特別講就是因為呢 我們今天的主題會是一般醫學系公費生 而且是一般醫學系公費生裡面 主要分到衛服部立這個系統裡面的公費生 因為等於他們每一個不同的分區不同的地方 其實遇到問題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要解釋起來的話就是會多很多 所以我們就是找其中的一種來講這樣子 那志祺剛剛就是學弟都講過 就是公費生的差別其實就是在你在學校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什麼感覺 你沒有感受到自己是公費生 但是在畢業之後新制的現在大一大二人 他限制的是內外富兒級嘛 就五大科 那下鄉分發的話就是 他講的其實很籠統嘛 他上面寫的就是人力不足的醫療院所 但是他沒有告訴你是什麼樣的醫療院所 人力不足為什麼會教不到人 就是這其實是 我覺得他們在教大學高中生的時候都沒有講的 就是你覺得可能只是比較遠 所以沒有人要去啊 但事實上就是他不是除 就是他不是只有比較遠而已 他有時候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那麻煩點就是在呢 你考到醫師執照之後 你其實在你還完工費之前是拿不到醫師執照的 那你如果說 欸我就是沒有辦法還 我真的覺得當醫生我好痛苦 我沒辦法 那你就是賠錢 那心智是賠六百萬 但是賠完之後 你還是沒有辦法拿到你的醫師執照 就是你就是賠完就是了事 但是等於是你過去六年的訓練 可以拿到醫學系畢業的證書啦 就是如果你打算要走去美國當醫生的路線 這是其中一個方式 但是大部分人其實不會做這件事情 畢竟對我們來說 在台灣這張醫師執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請問一下剛剛學弟姐姐有講了 就是工費醫師制度的目的 那其實我們後來發現一件很直接的事情就是啊 他的那個簡章上面都會寫說 他是為了要補足五大科醫師能力 補足偏商業能力 人力 但事實上 他們的思考方式其實是 他要填補公立醫院沒有人要去的地方的人力 那大家說欸這有什麼差別嗎 大家覺得這有什麼差別 有嗎大家覺得有差嗎 公立醫院的問題 公立醫院的問題嗎 公立醫院的問題是指 沒有人要去 對 可是為什麼 薪資 就是很大一個重很大一個點 還有嗎 職班 職班 其實沒有人力就是不知道怎麼職嘛 對 其中其實就是勞動環境跟薪資條件 這其實會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等一下就會跟大家看一下說 到底為什麼我們用工 就是以田公立醫院為主 去實行這個公費制度 反而會造成就是現在公費醫生 有對於這個制度有這麼大的 就是 呃 怨念 就是他到底原因是什麼 好 那再來就是請問大家公費醫師 下鄉服務會去哪些地方大家猜一下好了 欸你就亂猜反正有很多個嘛 有綠島 有綠島我知道 還有嗎 環球衍生 環球衍生 還有嗎 剛購屋 熱身療養院 回龍院區 熱身療養院 回龍院區嘛對不對 好好好 這個是就是最有趣的一個 好好好 還有嗎 大家還有沒有 玉璃 玉璃對玉璃沒錯 還有嗎 衛生所其實只要是 嗯 基本上衛生鎖是 全台灣的衛生鎖除了直轄市 嗯 屬於人口比較多的那區的不行之外 其實像 基隆市的衛生鎖也是可以下鄉的喔 然後 彰化的衛生鎖基本上都可以下鄉 對就是其實直轄市人 他有一個人數有點忘記 好像是10萬還是不知道 就是他的人數是相對比較少的 那區可以 像是高雄 高雄市的納馬夏 他是高雄市 但是納馬夏 所以就可以 高雄市桃園 但是他就是 他是高雄市的山區 那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常常都把一個縣市化得非常的大 對 那其實我們算了一下啦 就是 基本上他你們 就是 剛剛說的嘛 我們大部分的人其實是分去公立醫院 跟衛生所 就是 你看2013年大概有7成5的人在公立醫院 然後 大概2014年有8成 20152016 其實公立醫院的人都有6成5 然後2017 因為 就是換了一個負責分發單位 所以變成5成 那 就是現在有個問題點就是說 分去公立醫院 而不是分去衛生所 這件事情 在大家認知裡面跟偏鄉的定義 你一大會不會覺得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是 請問他就是 嗯好我們講一下好了 請問花蓮醫院在哪裡 花蓮市 花蓮醫院在花蓮市區嗎 好那台東醫院在哪裡 台東市 台東市 那屏東醫院在哪裡 台東市 那屏東醫院在哪裡 那屏東市到高雄自己要半小時 這也算是偏鄉嗎 這也算是偏鄉嗎 就基本上這件事情 就 欸 欸那有個QR Code還有個網路 如果大家要可以掃掃看 就是 就是之所以我們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當然說 欸對公立醫院來說 最好我都分市區啊 我最開心了 但是對於 就是 他的目的 這個 這個的 這個制度的目的 就是 我們這麼做 他們真的有在 他們真的有想要補足偏鄉業 沒有人力嘛 就是我們其實公立醫生 常常會覺得自己 在做白工 或是不知道自己的 存在目的是什麼 會有一個疑問 那這個錶啊 我現在有點大了 可是我不會放 我不會 你不知道怎麼把它放大 呃 用鍵盤嗎 鍵盤 鍵盤 不是用那個 麵盤 用手指的話 它不理我 我不會 呃 我要怎麼把它放大 還是你現在隨便點一個 可以可以可以 好 來 這個是過去五年內 我們曾經被分過公費生的醫院 跟衛生所 黃色是衛生所 紅色是公立的醫院 藍色是私立醫院 然後 那 給大家看一下 嗯 這地方是哪裡啊 請問 為什麼公立台北醫院在哪裡 新專 對 那為什麼就是 那這個地方就是 為什麼會分公費生呢 對 有一個人講到一個東西是 如果以前特殊科別是可以不用下鄉的 對 那種是有可以的 但是 呃 這裡分了兩個人啦 所以他過去 他其實 因為公費生越來越少之下 他們其實有越來越縮 會放在市區的 衛福部的醫院 所以像台北醫院就是只有在102年103年有分 後來就沒有再分了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勒神醫院 他其實這 過去五年其實分了九個公費生 其實是不少喔 對 因為你看好像 好再來 就是 我們比較常可以想像的就是花蓮醫院嘛 這是宜蘭耶 還沒到花蓮 對不起喔 這是衛生所 好這也是花蓮 對 這些好像我們就會想像說 欸 這個地方好像醫師比較少 分醫師好像蠻有道理的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再想一下說 請問花蓮市區真的需要一個 就是醫生嗎 花蓮市區有哪幾家醫院大家知道嗎 慈濟門諾 然後還有一個國軍803 不是803 809還是什麼 對 還有一個國軍 然後還有一個衛福部立的醫院 那 其實 我們等一下會講這個故事就是那 你把一個醫師分過去 他真的要他要做什麼呢 對啊 就是我們並不是把人一個人分過去 他就結束這個回合嘛 那 你看喔 剛剛有分到市區的 然後現在有分到一個 不是台北市的市區的 那 反而是真的我們心裡想像的偏鄉的 其實人數是比較少的 為什麼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原住民工費神他們 首要分發地點 叫做衛生所 對 那 就是他們反而是我們 一般工費神 首要分發點 叫做衛福部立醫院 對 但是 那衛福部立醫院 呃 需要這麼多人的原因是 好 這就是我們大家可以等一下想一下 這個我們這個表 我們等一下可以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 去滑滑看 你就會 其實我們在想的都是 到底衛福部他們 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我們 就是去分我們的工費神 怎麼樣叫做合理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會很想知道 然後 我覺得 欸我要怎麼回去啊 好 然後 其實有 我覺得這段會有點無聊欸 怎麼辦 好 就是 因為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如果要 你如果想要知道 到底他們在幹什麼的時候 你就要去思考 到底他們為什麼會做出 現在我們覺得 這堆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把人分去市區嘛 把人分到主要是公立院 把人分到其實我們也不太覺得 像平常的地方 對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做這件事情呢 就是 其實 我覺得有一點有趣啊 這邊就是個人興趣 大家可以就 叮叮好就好 就是 就是台灣其實 在以前那種 1950年代到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 1950到1965年 那年 那個醫師進展的人數超少 但是後面這邊就 哇就是長得很快 就是這點期間 其實發生了一些事情 讓他 就是讓台灣的醫師 是長到現在這個人數 跟現在這個分布 那 就是 就是 在2500 不是2500 對 就是在日據時代呢 總共只養了2500個台灣的醫師出來 然後 但是呢 在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竊據台灣的時候 他就先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說 他說 凡在大陸 淪陷地區職業有年 畏懼法定資格之醫師人員 應以本法參加證訊 就是呢 你只要在大陸當密醫 多當幾年 你在台灣就可以得到一張醫師證書 好 這件事情呢 就讓台灣瞬間多了 一千一百九十四個醫師 所以就補足了 就是1950年 之所以會有這麼多個 接近四千多個醫師的原因 然後 但是在1950到1970之間呢 其實 其實沒有在台灣的政府 就是政府對於醫師人數 這件事情不太在意 就是我們那個 知識這配合裡面的定義就是 這區叫做自由放任期 但是呢 這個年代因為 就是公立院就是 公立的學校就是 國防人太大 但是因為這個年代 大家經濟起飛之後 所有的思運開始爬 就是 開始一堆的醫學院 那就開始長了很多人嘛 所以從原本呢 可能不到三百多個 現在就六百個 六百多個醫師 就是每年都可以 但是為什麼這個階段 人力增加還是很少呢 其中的原因就是因為 在1960到1970這個年代 其實一堆的醫師 就是有什麼台大畢業的 就是美國當醫生啊 就是那個 在那個年代其實是 非常常見的 所以醫師就一直長不出來嘛 那 那 終於到了1970年代的時候 欸 我們的中華民國政務 發現不行不行 台灣這樣下去 那個醫師會太少 所以他就開始 先遞 他做了就是讓地方養成 就是原住民跟離島公費生 他們開始招了 然後後來在這個年代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 啊糟糕糟糕 私立院太多了 我們公立院沒有醫師了 所以他開始招了 就是他開始想要做一件事 他就開始招了 欸第一件事情 他做的事情是什麼 他應該看到軍醫 應該知道我要講什麼吧 蛤 不是喔 不是喔 也不是軍配生喔 軍醫的意思是說呢 蛤 總統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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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這算是總統牌還是 總之呢 他就是讓軍醫退休的人 可以去合法得到一張醫師執照 但是其實台灣過去的軍醫 他也不是 他也不算 就是他的軍醫其實 不是正規的醫學教育出來的醫師 但他就讓他得到了醫師牌 那盡量讓這些人分去衛生所 當然這次可以補足醫師能力 但當時期大家也會疑惑是 這是不是會讓醫師的素質下降 好再來 他在民國64年開始 建了陽明醫學大學 那時候120個人全部都是公費生 然後再來就是 欸 退學育還是不夠喔 所以他就開始招 1982年開始招 一般公費生 而且他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是他在1981年就民國70年的時候呢 他在招那個醫學系的時候 就是大學聯考招醫學系的時候 他多招100人 然後跟大家說 欸 你們進大學之後可以自願成為公費生喔 然後看看有沒有人要自願 在已經考到醫學系之後 自願成為公費生 然後發現沒有人要理他 所以呢 他就決定從1982年 在聯考就告訴你 你考進來就是公費生 就是從1982年開始 那 就是這個是一般公費生 而且在1980到1990 這期間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 台灣的一些大佬 去美國發現 欸 美國後醫好不錯 這四年就可以養出一個醫師 所以他們在那一個 這個十年間呢 就 就是 努力的想要讓就是 讓後醫這件事情也可以成真 這樣可以很快速的填補台灣醫師的人力 結果呢 台大開始辦之後 三年就立刻放棄 然後後面的什麼高醫 高醫到了現在 然後陽明也招了幾屆 長庚招了幾屆 後來在這十年之間 默默的就全部都不見了 而且那時候叫後醫 一開始覺得 一開始全部都是公費生 後來才會出現自費生 所以這幾個 紅色的這些東西 其實他就是 在這個區域 他們用公費這個制度 去填補台灣需要的醫師人力 所以你看那醫師那個 紅色那條線 突然長得很快 其實跟這也是有一點關係 然後後來這一區 就是我們後來 大家成立了 就是各個不同的醫院嘛 那其實我 就是就是這是我們 而且你可以很明顯發現 上面那個數字 是每一年我們招的醫學生 其實你醫學生 絕大多數都會講成 就是醫生嘛 就是很少數人沒有畢業 所以其實看這個 我們其實看他招收的人 大家就可以猜到說 欸未來我們醫師 大概會有多少的人力 這些其實是看得出來的 那這為什麼 跟我們公費生會有關心呢 就是這重點忘記了 重點重點是重點 就是明明就是在19 就是民國96年的時候 停招了公費生 他們說 欸留任率都只有1% 我們養了幾千個人 到最後都送給別人 他都回家了 就是全部都回去 回去都市啦 都在台北市啊 也沒有都在留在片山啊 就是養這麼多人 花這麼多錢沒有用 所以他就停掉 結果到了去2014 15年 欸2019 民國105年 2016年的時候 他就說欸不行欸 現在我們好像還在 欸現在還是 我們還在不夠人 那我們來再招一下公費生好了 好了 我問了理由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你不是說 在那個 在不過短短的 不到10年前 你才說 欸公費生沒有用 那你現在為什麼又硬 又要招 我那時候得到的理由是 他說 石聰良跟我說的 他說 欸糟糕這樣 對不起我叫名字 對不起 對不起 就是某個人跟我說 因為呢 他們當初原本希望做的事情 是用 地方養成 就是偏鄉離 原住民離島公費生 去填 一般公費生的缺 原住民離島公費生 所以他每一年招的人數 大概90個 但他們留任率有七成 所以他們可以留到非常多的人 但是反而是就是 我們招了一堆的公 一堆的一般公費生之後 留任率不到一成 所以他們覺得 欸這樣好像原住民離島 比較划算 就是你 你付了六年水費之後 他可能可以留在那個地方 二十年三十年 對 但是他為什麼不要 是因為他覺得 他給我的理由 但我現在有點 打個問號 他說 因為他說 地方養成公費生 比較高的基地 會考不到醫師執照 這個好像 呃也是有些的確是有可能 而且他們是 他們是獨招嘛 但是有些的確有可能啊 但是 有比例大到 你需要重新再招個 一百人的公費生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當初聽了 我就是想想 我就相信了 但我現在越看越覺得 我又要想一想 對 這是 那好 我們就先講下去 就是當我們做了 就是台灣這個 左邊這條是 每萬人口醫師數 欸不對 左邊那條是 每一師服務的人口數 然後月面這條是 每萬人口醫師數 那其實WHO規定 他希望 最基本的一個地區 每萬人口的醫師 至少要有十個 其實他是說 每千人一個啦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 就是喜歡用每萬人 就是每萬人就是十個 所以我們大概在 1990年代的這個年代呢 差不多就符合十個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做的事情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私立醫學院 第二個是公費醫師 那 其實他們那邊的時候也有 就是 台灣政府也蠻喜歡許任的 所以 他許了一個任 就是他在1987年的時候說 不行我們不要每一千人 一個我們要七百五十個人 就要有一個醫師 所以他就在2000年 達到了13.3個 然後到了2005年就說 不行我們現在越來越 就是要更多 所以我們就到 15.5個 就是 就是他的 他是許的願 但其實我們 點是再好 你符合這些數字 數字越高 難道就能夠代表 我們台灣的民眾有 更好的健康狀況嗎 這是一個 不太理解 就是他們 那時候 就是有一篇文章 我覺得他寫的蠻貼切 他說 其實我們也 我用比較委婉方向 我們也不是很理解 就是政府設定這些數字 是根據什麼樣的理由 大家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 就是大家其實 那些學者也不太懂 到底這些數字 訂出來的 一開始的目的 跟他的依據是什麼 其實沒有人知道 那 好 就是 其實有一個問題是 醫師人力分配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說 數量 就我們剛剛講的數量 那現在數量看起來 其實全台灣是夠的 好 第二個是 質量 質量就是訓練的好不好 那我相信台灣的 醫學系訓練出來的 就是基本上 基本能力都非常夠 那再來第三個是分布 分布就有兩個分布 一個是地理分布 一個是科別分布 就比如說 某些科沒有人要選 某些地方沒有人要去 喔 這些事情 其實這幾件事情 反而就是 我們公費制度 最想要解決的 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可以讓他的科別 該有的都有 讓他的分的地點 就是哪裡 就是可以讓需要的地方都有 那 其實 公費生也不是從以前到現在呢 都是長一模一樣 在以前那個陽明那個一百二十年 就是一百二十個 一九七五年那個年代的時候呢 其實 他們一開始 一招一百二十個嘛 他們有十個人 可以留在醫學中間做助教 但是在那個年代可有 然後 他們其他人才會分去不同的地方 那到了後來的冷眠科別那個地方的時候呢 其實有一些科別是可以不用下降的 比如說核子醫學科 放射腫瘤科 這些沒有人要走的科別 復健科也算了 那個年代也沒有人要走 所以就是也可以 那 再來就是 最後這個年 就是我們分個三個期段 最近的 我們靠近我們最近 其實是布立醫院訓練 以前沒有規定 以前大部分也是在布立醫院訓練 但是在那個年代變得是強制要在布立醫院訓練 這件事情其實在那個年代 造成非常大的反彈 對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布立醫院訓練 相對沒有那麼的好 但這件事情 也跟你想要學到什麼有關係啦 對 那 為什麼會特地要畫這張圖呢 除了是因為我想要知道 到底這堆樹 這堆 我們到底有多少公費成 這些年來 我們到底是怎麼去 就是我們 找了這麼多人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那 我現在 我就把一期畫完好了 就是 其實呢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點是在 我們剛剛說的人都分去布立醫院 但是 但是布立醫院其實在台灣 從 剛光復年代到現在 呃 他在台灣的重要性是日漸減少的 就是 好啊 請問大家有去蜀利院看過醫生呢 可以舉個手嗎 有 你去 你去 呃 呃 陳良福你去哪裡 嘉義 嘉義屬立院 為什麼你會選 屬立嘉義院 而不是選他隔壁的基隆 嘉義長根 或是嘉義基督家醫院 我沒有選擇 我兵義體健 真的沒得選 就跳過 就看過嘛 還有嗎 有別人要講一下嗎 我小時候是看 屬立 新竹醫院現在 現在的台大台大根 OK 有還有嗎 還有沒有其他的人 那請問其他人 你們如果有需要去醫院看醫生的時候 你們都去哪裡 私立 隨便講一個 你們 齊美 齊美 長根 高一 高一國泰 有 就是其實很明顯 就是以 在我們長大的這個年代 我不知道再大一點是不是 但是在我們長大這個年代 其實 公立院的角色是越來越弱的 那 那 現在就來了 問題來了 我們在那個1960幾年那時候 當然還蠻重要 甚至群醫中心其實是公辦得很開心 因為 其實跟醫學中心合作之後 他們可以 就是薪水不錯 工作量也不錯 但是呢 在那個1987年那段時間 在新自由主義的那個 風潮之下呢 政府開始什麼 公辦民營啦 BOT啦 就是盡量刪減就是國家預算 希望讓公立機關 公家機關可以自己獨立 不需要再用到政府的錢 稅收啊這些 但是 這樣一路下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就是 就是 當然他這樣一路過來之後 大概到了2001年 刪減人事預算之後 其實公立院就會開始 出現一個很 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存活就會有問題了 第一個 民眾第一個選擇 常常不是公立院 在以前那個1974年那個年代 去公立院常常看病是不用錢的 所以大家會去 那為什麼他私立院還會興起 因為大家覺得私立院比較好 所以他裡面付錢自費去私立院看 那 因為到現在呢 到健保出現之後 公立院有 比私立院有吃香嗎 完全沒有嗎 所以其實公立院在 我們整個這個年代 從以前到現在這個 他的角色是在衰弱的 所以 那問題點是什麼 就是當你把一個公費生 放去了一個醫院 但是對於當地民眾來說 他的存在感蠻薄弱的時候 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大家要猜一下嗎 浪費 浪費什麼 人力 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醫師養成了 大家應該要放在一個 剛剛他們來講說 希望越多人可以 應該這個醫生 培育出來應該是 可以服務越多人越好 可是 你卻丟到一個 使用率這麼低的地方 那這樣子完全的事與願違 這樣訓練的結果 到底是為什麼 對 這是一個很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 對偏商民眾來說 他沒有得到他需要的 因為他不想要去這家院 那對這個醫師來說 他也覺得很 很無奈 是因為我不知道我在這裡幹嘛 對 那等一下其實也會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故事 其實就是跟這有關係 還有別人有覺得想法嗎 有嗎 有大家有想到就是 對於工會生 當然我們會覺得 欸我們都是用政府的稅付的啊 為什麼不是去公立醫院呢 但是這次問題點就是在 公立醫院他真的有發揮 他該有的功能嗎 這是我們最大 而且這個點還是在 不是說 我自己很厲害 我很認真 我很努力 我就可以去改變讓 就是讓這個區域 讓這家醫院變好 我們可能沒有到 有這麼大的能難 但是我們被分到一家 這樣的醫院的時候 其實很大問題點是 我們不知道 我們自己在幹什麼 對 這件事情其實 人生厚 覺得未來茫茫厚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 好 那 其實這是我們 那時候其實有 就是一個陳美強老師 陳大公會老師 他寫 他們一個碩士生整理出來的 大概就是在1900到1970年代 那個年代的時候 私立醫院的病床數 開始超越公立醫院 造成的結果就是 你自己看看現在 就是私立院屌打公立醫院 就是 對 那 當然就是 這件事情就是會 我們等一下一個個 就是他其實 就是 我們後來我自己想想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事情卡住 就是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事情 會造成等一下 那些故事 那我們後來發現 有一個很大的部分是 這些 部立醫院 跟這些衛生所 他們沒有找到 他們在這個區域 想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他們現在最努力做的事情 叫做賺錢 跟不要倒掉 那 就是這造成公立醫院 大的問題是 欸 等一下後面就會講到 但是這件事情 請大家先記在心上 是我們目前看到 最大的一個問題 對 像剛剛就是 瑪莉講的就是 我們是用醫院為中心來分 我等一下跟大家解釋一下 醫院為中心 是什麼意思 那他造成就是 偏向沒有得到 該得到的 醫師也沒有辦法做 他想做的 好 那我現在好 有一個情境題 請問今年呢 有兩個急診醫師 跟一個婦產科醫師 跟一個眼科醫師要下鄉 然後現在有三家醫院 然後 我們他們每一年呢 都會先填個志願表 就醫院 ABC醫院 各填一張志願表出來說 欸 我第一志願呢 我想要A醫院說 我第一個志願要急診課 啊我們現在醫院有兩個啦 但是我還是想要再一個急診科醫師 我們才能 營養我們的急診的狀況這樣子 好 那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那請問一下 大家覺得 看著這張表 你覺得這兩個急診科醫師 應該要分去哪裡呢 我們要猜一下 你覺得這張表根本看不出來 請說 應該最最重要應該是A吧 A他又想要 然後他又缺一個人 如果跟B比的話 因為A跟C都只有兩個人 A跟C都只有兩個人 對啊 所以感覺那兩個填區A跟C 好像稍微合了一點 但是有 因為B好像很想要 要看他們的需求 到底有沒有那麼強 需要再多一個人這樣子 應該是C的 欸為什麼說應該是C的 剛剛誰說應該是C的 我啊 為什麼為什麼 希望你應該知道C是哪裡欸 好啦你可能現在有點猜 其實就是婦產科的 可以被叫去急那個急診班啊 B 所以其實A的急診科 並不是只有兩個人這樣子 所以就 這個就是其實現在的問題 所在來 對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要講到你們的重點 走 一針見鞋 我們聽就是一般人是聽不到 或是一般民眾聽不到 這種事情 你聽你是說 一般民眾不懂你們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說 就是為什麼婦產科醫師 會被叫去急診班嗎 還是 因為我們連這件事情都不知道 哪件事情 就是婦產科會去哪裡 我以為 我以為 我以為婦產科就會自己乖乖待在婦產科 哈哈哈哈 Sorry 沒有就是現在有三家醫院 啊每家醫院就是 他現在列出 我當然有很多很多科 也有很多很多家 原來我把它簡化了 是簡化版 就是 假裝現在就是呢 今年兩個急診醫師 一個婦產科醫師 跟一個眼科醫師 要 這些都是可以下箱的醫院 然後 可是我的問題是 他剛剛講的東西 一般民眾是 不知道的 那個資訊是 對 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不知道 喔 我懂你的意思 好 那你知道其實有皮膚科醫師 也曾經試圖 被教訓值急診嗎 當然是不知道 哈哈 那我不是很可怕嗎 精神科醫師 還可以植內科病房喔 小小科醫師 也可以植內科病房 就是基本上 你只要有醫師牌 什麼事情你都可以做 就是基本上 這就是公佩醫生會面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來 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真的等一下比較好 就是等一下解釋 可能比較容易 好那我現在講一下 就是 大家還有沒有別的意見呢 就是急診現在有兩個人 大家是說 有兩個人嗎 那要分給A B C 哪兩個 要不要用 要表決 喔要表決是不是 那我要 就是A加B A加C跟B加C 跟 有別的選擇嗎 就這三個嗎 就這三個嗎 你說A給三個 A給兩個 喔好啊 那 那我要怎麼表決啊 我覺得應該要給 A加B的舉手 對 A加B的舉手 為什麼 我們要講一下 你覺得A加B的原因 A加B 就是因為我們 都點擊人家 他們都點擊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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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陳江福呢 對 然後這樣子 就 一直 你家是要改答案嗎 你家是要改答案嗎 都可以 都可以 我改好 我改AC 你改AC 好 好 沒關係 好 那現在 究竟應該給B C的舉手 沒有人要給B C 那給AC的人呢 為什麼要給AC 為什麼要給AC 而且這樣給B一個嚴苛 我覺得B就沒得分了 等一下 為什麼要給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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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想要給AC的人給個意見 因為比較缺人 而且這樣給B一個嚴苛 我覺得B就沒得分了 就是要平均 不能有人沒分到嘛 對不對 對 大家都要滿足一下 好 沒錯 這是很重要的一些事 OK 好 還有嗎 還有別的答案嗎 為什麼要給AC的 急診之後兩個人力很可怕 就是兩個人在那邊叫霧燈跳而已 不用啊 因為急診不需要急診醫師就可以直了啊 我們剛剛講的重點就是這個 你只要有醫師牌 都可以直 因為台灣 為什麼呢 有某一個醫師司的高官有跟我說過 就是 基本上 基本上台灣的急診牌 是不夠分給全台灣的急診的 那 所以 所以 他們覺得 只要你有醫師牌 誰都可以直急診 病理科也沒有關係 放射科也沒有關係 只要你有醫師知道 好 這個等一下就會 這會有很多問題 不過我們等一下再討了 好 剛剛都問嘛 BC的剛剛學長還沒講 為什麼要選BC的 我覺得BC跟AC都有可能啊 因為我覺得AB其實條件差不多 因為副武藏科我就 假設他是直診科的啊 所以 就變 我就變成是 AB看那兩間醫院的 私底下的角力啦 因為其實醫院之間也是會有一些 比如 看誰跟對 比如說 A院長跟 跟我們 比較好 那個 某個不很好 所以就 會分 好處比較多 這是有可能的啊 對啊 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常見的啊 好好好 那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當初我這些 呃 就是我們先看急診就好了 我們當初就是我在看急診人數嘛 A兩個急診醫師 A是什麼醫院呢 A其實是 樂森醫院 樂森醫院現在 冬季急診科兩個 好 B是哪個醫院 急診科第三個就是花蓮醫院 好 然後 再來就是 哎呀 那個外科 我我只看急診 其他我就亂寫了 重點是急診 啊 他不領我 你需要什麼 我不知道他不領我 你需要什麼 嗯 他他他不領我咧 呵呵呵 好 好 你需要急診 他需要什麼啦 你沒有插電 哈哈 你是你的電腦嗎 對啊 你剛剛等一下 沒有嗎 因為剛剛沒有開電腦 沒關係 好 那我們剛剛還是記得嗎 就是 那什麼 樂森醫院有兩個急診科醫師 花蓮醫院有三個急診科醫師 最下面那個是花蓮的封兵醫院 剛剛是幾個 兩個醫院 急診科醫師 大家知道封兵醫院在哪裡嗎 在封兵醫院 我吵 請問封兵醫院到花蓮要多久 學長回答 我知道 五十分鐘 五十分鐘 那封兵醫院往南 好等一下 五十分鐘是開 十數一百的行方向 哈哈 如果順順的開大概接近一個小 那如果往南開可以開去哪裡 往南開就是會往台東 中間會先到成功 那個台東的成功 他開到成功要多久 大概也要一個小時可留 所以他前面沒有東西 後面就是 前前面沒有 前不找村後不找店 好 然後 好 那現在剛剛講 剛剛講 為什麼會 剛剛講的是說 第一個是樂森醫院 樂森醫院 樂森醫院在哪裡 回龍 回龍附近有什麼醫院 大大要開了 還沒開的天 跳過好不好 開了是不是 開了 好 那在隔壁呢 他面好像不只這間 朱北 朱北 常跟林口長也在 都是 樂森醫院 反正都是在那一區 好 但他現在只有兩個急診科醫師 好再來 那花蓮醫院有三個急診科醫師 那他旁邊有什麼 剛剛好像講過嘛 旁邊有一家叫做慈濟 然後他在旁邊有一家門諾 好 好再來那再來就是 他還沒開這個 我要什麼 你要開機 你要開機 你變 呵呵呵 不是你沒變啊 我是應該要點他嗎 不用不用你開機 他才會改一道 好那他會要一下 喔可以咧 好 欸 有有有有 好好好 好 那我先講一下 目前的分發方式 目前的分發方式呢 是 志願一的人 兩個人嘛 那就先得到他 所以得到他的是誰 是樂森醫院跟 跟 花蓮們 花蓮醫院嘛 然後沒有得到的是誰 通病醫院 請問一下 你覺得目前這樣聽起來 哪一家醫院聽起來是最需要 對 為什麼會出現在問題呢 就是 這裡有個問題點就是在說 我們都是用醫院提志願 而不是看區域 這件事情很大 是 就是我們現在是在分給醫院嗎 我們現在是要分給這個區域嗎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在管喔 我們他們沒有在管 就是區域附近 是不是還有別家醫院這件事情 對 啊 你這家醫院只有兩個人 但是其實你這家醫院的急診 一天也只去三十個人 旁邊還有更大家的 那請問我們的人 一定要分給你嗎 這個是 那而且這種問題是好 就是一家醫院 嗯 就是硬是要 就是比如說 有一家醫院呢 你這家醫院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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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狀態是 去年有某家醫院很衰 他舔的第一支院跟第二支院都沒有人 可是呢 超過第二支院之後 其實很多醫院 基本上就要不到 什麼科別的人了 所以呢 他後來得到了一個 第八跟第九支院 他其實不太需要的醫生 然後他自己很 他也就是 就是醫院的院長也很無奈 工會生也很無奈 為什麼 因為分去表 這家醫院沒有很需要 你這個人 分去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工作做也沒有什麼薪水可以拿 對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分發製作的問題是 他沒有去確定 這家這個地區 到底需不需要這科的醫師 他只要這個醫師 這個醫院院長說 欸我要 他就給你 那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哪些科別的醫院搶著要 哪些科別的醫院 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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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優於還好 外科嗎 內科什麼內科 中專嗎 中專不會啊 中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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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送旁邊的大醫院 中 中專專 你們要再簡單一點 我們一般人 中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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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的科大家最愛 什麼科賺錢 你講中文嗎 給我講白話 醫生們 我生氣 肝膽腸胃 還有嗎 心臟科 心臟科還好耶 腎臟科 為什麼腎臟科大家喜歡 洗腎很賺 好再來還有什麼科 洗錢 洗錢 洗錢科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心臟科還好耶 還有啦有一個大家都放上去 放上去為什麼 胸腔科是不是 有吧 沒有 部立院很多都沒有在打S官報告的喔 剛剛是不是音高 剛剛是不是音高 好嗎 沒有 就是那種慢性的呼吸病狂的 就 那種 握床握床 如果有加開有呼吸照護的 所以需要加開牆上 那種可能就比較 這樣還有一個大家忘記叫做 加一科 為什麼加一科會喜歡 應該說 如果你缺太多科的時候 你不討一個加一科過來 然後叫他做所有的事情 加一科去看急診 加一科守病房 加一科接生 不不不不 差點講出來名字 有一個呢 還是我們就關掉直播好了 好我們關掉好了 這一區關掉就好 哈哈哈哈 還不知道 這根本不能遲到吧 要關掉嗎 跟他聊完以後就講說 加一科 接生這種事情嗎 加一科我們去學個幾個月 我們就可以來接生 這樣 這個是加一科大老自己講的 其實大老自己就覺得說 我們什麼都做得到 所以下面的人 如果說自己做不到 沒有人管你啦 他覺得你做得到 我要髮臉 哈哈哈哈 不要整臉 哈哈哈哈 你分個口罩給他 哈哈哈哈 鏡頭請兵 還見位 我分個話也黑一點 做別的厲害 哈哈哈哈 他講話的時候 他講話的時候 我會用天花板這樣 好 好 對就是其實 我們剛剛為什麼講到這裡啊 剛剛在講什麼 剛剛講哪些科比較賺錢 還有一個叫復健科啦 對對對 復健科很賺啊 就是 對阿復健科 尤其還可以開一個復健室 所以這些科齁就會很搶 比如說呢 某個南部很南邊的那個 有一個區域有三家醫院 哈哈哈哈 有沒有人講的 有什麼有 那裡有三家 我覺得你們都很不懂 就有三家醫院嘛 那三家醫院都在開洗腎室 三家醫院都在開復健科 那三家醫院都要這兩科的公費生 然後請問一下公費生去這區域的目的是 洗腎 哈哈哈哈 就是你會發現公費生在心裡突然發現 欸原來我的目的是為了要幫偏向醫院賺錢 當然也是賺錢也不是不好啦 但是當你很明確發現你的存在意義 其實是賺錢的時候 其實對公費生來說也是一個蠻大的 就是衝擊吧我覺得 好 那 我們現在 那就是 好 那就是 現在就來到這邊 就是 有一個 我現在講的故事我都會改編 因為有些人還沒就是還沒脫離苦懷 就是有些問題就是不太能夠直接講 但是總之那個大醫會是一樣的 但是不會讓你知道是誰 就某一個就是心臟外科的醫師 然後 他被分到一個區域 那區域旁邊有一家大醫院 然後 他被分去了那個小醫院 然後那家小醫院呢 過去五年從來都沒有心臟外科醫師在那裡 然後過去五年 就是沒有心臟外科醫師 當然就不會有可以開心臟外科的 的器材 然後當然也不會有病人在那裡 然後再來就是沒有 欸他們沒有會照顧這樣的病人的護理師跟技術員 但是他被分到了一家這家醫院去 那我們衛伯伯的態度就是他覺得 就是你把一個醫生放過去 這一棵就會自己長出一棵樹來 就是這個科別他就是可以很開心的自己活起來 那點就是在你只有一個公開醫生的時候 你沒有技術員沒有護理師沒有器材 那怎麼會就是怎麼有辦法做事呢 好再來就是你旁邊就有一家更大家 而且很適合做重症的醫院 請問誰會跑去你這裡就是開刀呢 當然你可以開什麼一些小刀啦也是可以 但是對於一個心臟外科醫師來說 他就不知道我在這裡幹什麼 再來就是台灣的心臟外科是 有這麼多郭道可以讓他們沒事做嗎 就是理論上其實這是重症科 應該要放去最需要的地方嘛 但實際上就是沒有啊 喔好再來那就一個更弔詭的事情就是呢 旁邊的那家大醫院呢 有十個心臟外科醫師 然後這裡這家小醫院呢 有個心臟外科醫師 請問一下就是這個醫師放在這裡的目的 到底是要幹什麼 一打十啊 一打十嗎 說得好 打趴這一群人 對這就是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沒有器材沒有相關配備的人 然後egkk 沒有病人 然後沒有試作 沒有錢 就是這就是一個 這其實就是連環的一起的事情嘛 對啊但是就是 但是吼這個吼你把一個人這樣放著放四年啊 說實在她憂鬱症都冒出來 對因為他尤其我覺得醫學生在某一個 就醫生在某個程度上都有點自虐 就是我們怕什麼最怕輸人家 最怕我這四年就變笨蛋了 比不上其他的朋友 我看到我的朋友都在那邊練刀 都在那邊寫論文 都有很好的收入 甚至都有很努力 就是很好的前景 但是我在這裡就是養香菇 其實對一個 就是我覺得也蠻奇妙的 就是醫生這個群體我覺得有一點奇妙 就是不能太 就是不能 就是不希望過勞 但是也不能沒事做 沒事做所有人就開始慌 覺得自己人生是不是虛度了 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我也知道後來才發現 其實郭沛森其實是很怕沒事做 當然也 當然過勞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很怕自己在這個地方 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義 請問一下養香菇是你們的樹 不是耶 但個人奇怪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的重症 在喊著缺人 在喊著要收人 當我們收到一個人訓練好之後呢 把他放在那邊量個四年 過四年之後他敢不敢再開抖啊 那後來 大家的 就是 而且公費意識還會規定說 你不可以 去別 你說你要去別的地方 不管是 不可以兼裁嘛 如果你是公務員不可以兼裁 如果你是要去別的地方學習的話 一個禮拜只能一天 啊你 就是你 還有固定的時數啦 那所以 有的時候呢 他還會規定說 以前的規定是私立醫院不行 只能去公立醫院 所以又變成是 這個公費生幹嘛呢 他就 放假的時候 偷偷回去找老師 拜託老師讓他跟著進去看 但這件事情其實是不合法的 對 但是這件事情變成是說 這個公費生怕自己 過了幾年之後 什麼都不會 而且他也怕都沒有練習之後 這四年 如果真的有一天 有一個人要幫他開刀的時候 他 他也不敢開 但這件事情其實 牽扯到的事情真的是 你第一個分配就分被錯了嘛 你分去一個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還有那個 腎臟內科醫師 被分去不能洗身的醫院 這件事情現在進行是 不知道在幹什麼 對 這種事情其實很常見 就他們分的時候 那家醫院院長就說 我想要 取了一個院 但是衛福部不會去管 這個人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這個服務量 有沒有這樣 足夠的設備 跟人力 可以支撐這個醫師 他們不會管這件事 所以偏相少了一個 可以做事的醫師 醫師也 就是養 就是養傷菇 就是其實 其實是蠻 就是難受傷菇 我覺得 那這個院長為什麼要 他為什麼會想要做 因為 有些牌 對醫院評鑑很重要 嗯 天啊 他問哪裡 評鑑才是最重要 你講到重量 好 再來 再來就是 來 哈哈哈哈 天啊 哈哈哈 這就是一個很典型嘛 嘉義科好像應該要什麼都會 但是事實上就是 你讓一個嘉義科 去指醫院的急診 這件事情 合理嗎 就是對於那個地方 好像 當然我們去看醫院 我們去醫院看急診 你不會先問說 欸你急診 你是急診科醫師嗎 呵呵 還是想要就是被白眼 但是總之 其實很多 不是只有東部喔 西部的醫院很多 我不知道其他醫院 是不是也是這樣 但是蠻多的部立醫院 其實急診 都不是急診科醫師在直 但是我覺得現在問題點是說 當急診科醫師不夠的時候 我們可以容忍哪些科的醫師 也可以直急診 好現在 可是沒有定義 因為急診醫學會一定會告訴你 一定要有急診才可以直 一定要有急診才可以直 但是 微服部的定義是 只要有醫師知道就可以直了嘛 那我們就一個 好就不管是一般領重 或是醫師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什麼樣的 科別的醫師去直急診 就是還算勉強可以 外科 外科 內科 內科 哈 表示內科 內科 大家不是都有認過PGY嗎 你們都有去過急診啊 PGY是一般醫學訓練 然後是一個 會去一個月的急診 可是我想問就是 那為什麼 其他醫生不能去當急診 這個危險性在哪 但是我覺得這個危險性一定很高 你們一定會在高 可是 你都要整不知道啊 那你是指醫生的危險 還是 你是指醫生的危險 我們的危險 我們的危險 病人的危險 對 有沒有人想要講一下 就是如果 來來來來 我想要 我想要一件事就是 你看如果在偏鄉的地方 變得偏鄉啦 就是在 在就是 呃 怎麼講 就是 因為說 每一科 每一科 其實你只要有醫師牌 其實你可以去外面 隨便開一家診所 對 然後 你開診所 你可以標榜你內外全科 然後 但是事實上 你並沒有那些牌 有的 有一堆診所都這樣啊 就是他們其實 像是 但是他根本就是 他可能是皮膚科醫師 但是他就開一家 就是他就什麼 其實自己都看 他也可以看一些小感冒之類的 反正 有些藥基本上他可以開嘛 就是很普通的感冒藥 然後他基本上都可以開 所以好像也 你說叫皮膚科醫值急診 欸 什麼 他就像是一般的診所那樣看的話 好像也可以 好像也可以 有沒有其他人有別的意見 有沒有 如果是 像 一般科去植 急診的話 他沒有辦法辨識出比較嚴重的疾病 比如說就是 呃 心臟病 也有分很多 那如果是 這個 那個 這個 一般科醫師沒有看出來 他是一個 會致死的病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立刻 呃 問他做正確的處置 主要是 小病沒關係 重點是大病看不出來 可是那我 另外一個自己的問題 是不是因為台灣人民也太要沒什麼病去看急診 所以 醫院端也會用這樣的方式去應變這件事情 因為感覺就是 今天這個講座就是我完全沒有任何 醫學姿勢 可是這個好像是被 營造成這樣的 好像只有醫生才可以有 那是相對的 我繼續嗎 我繼續 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那張圖 不好意思 作者在那邊 是這樣 那左上角那張圖 那張圖 呃 拿盾牌那個刺身羅鐵腳 我覺得就是急診醫師 我那時候畫的時候是想著急診畫的 為什麼我會覺得急診長這樣 急診對我來說意思就是擋第一刀的人 他就是奇怪怪物過來 你不知道那個角色是誰 你可能就看著影子飛過來 然後拿著盾牌先擋第一 先擋第一下再說 到底誰可以擋第一下 我跟你說上面三個人都可以擋 會不會死掉而已 就擋那一下嘛 就擋一下就好 沒事也沒事啊 可是有一些人就真的很會擋 他聽聲便會知道來的是飛刀 他聽聲便會知道來的不是魔法飛彈 所以拿盾牌擋 他知道可以擋 可以知道不能擋 這是急診醫師的價值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可是他要做的事情 真的是辨識到最後一步 把所有的重症急症疑難雜症處理完嗎 不是 他就只要擋那一刀 擋那一刀以後 再下一步就是病人Stakeholder 病人穩定下來之後 我天啊 我天啊 我啦 人不是要報韓話了 等一下就會報韓話 那病人穩定下來之後 再下一步就是 交給後面的個殼去幫忙去分辨說 這是一個怎樣的問題 內科問題可能外科表現 外科問題內科表現 你看到來一個跌倒的 他可能是因為心律不整 造成了頭暈 然後就跌倒了 那他的心律不整 是不是內科問題 是啊 那跌倒外傷真的就放掉他了嗎 那也有可能會混著出現 所以 急診醫師其實人人都可以做 只是 只是他能夠多久 撐住多久 不法替個 然後他能不能分辨的那麼 仔細讓自己不要 不要直接炸掉這樣子 因為你真的看不出來 你就是被人家責備到死 你就看不出來嗎 我覺得其實我之前很常用的一個比喻是這樣 就是我們跨科看醫生 就比如說你今天一個 皮膚科醫師去看 我想看喔 皮膚科醫師去看 去當眼科醫師用 嘉義科醫師去當急診醫師用 他的那種跨科的差異是什麼 就是其實就這樣講 就是我們以前都會說 就是你像你叫一個法國做法國料理的廚師 去做壽司 他們都叫廚師 這些人 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都是 他都是廚師 那這個法國料理的廚師呢 他可能小時候也有看過書上說壽司怎麼做啦 然後也有看過他隔壁同學說不定就是也很會做壽司 但他可能這輩子從來沒有做過壽司 那你今天呢 就說 不行我們今天就是壽司的師父沒有上班 你負責去那個做壽司 那他就硬著投屏 因為他不能反 就是不能反抗 他就去做了 那好 請問那個壽司跟壽司師父做出來的壽司 是一樣的壽司嗎 好啦可能講的有點像 但實質上內容其實是不一樣的 對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吊詭啊 你就覺得 反正看起來 沒有被發現有事情就好了嘛 就是 說不定吃下去那個人也不知道他吃的是法國的料理師父做的壽司啊 他昨天覺得也還好啊 那如果今天 當然如果你今天就說 我請這法國料理的廚師去做壽司 但是他後面那個 就是比如說手受傷的那個壽司師父會盯著他有沒有做對 那這種可能我還會覺得 還好至少有人盯著你有沒有做對嘛 但現在是沒有 後面就是空的 那個法國廚師愛做什麼 就是壽司 都可以 如果那個來吃的人不知道壽司是什麼的話 他做出義大利麵來也沒有人會知道 對現在跨科我覺得跨科就會變成是這個感覺就是 不是所有叫做廚師的人都會做每一種料理 那是專業嘛 對不然的話為什麼要有專科 但是現在的點就是在剛剛學弟有講到就是 為什麼我們診所其實都看 因為診所這個東西叫做基層醫療 基層醫療本身其實就是一個不分科的專團 是台灣齁 就是很奇特就是每個人一定要拿一個專科 不然好像怪怪的 所以以前其實像如果是英國公醫的話 大部分的人其實叫做嘉義科 就是其實是看全科的 他就看基本常見疾病 然後做一些公衛相關的衛教 這是一個基礎醫師應該要會的東西 所以衛生所沒有在分科 這件事情其實是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在醫院呢 你叫做醫院 就是你不是叫做大型診所 對 你該做的是不是哪個科別 就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 大家好像 至少我們知道是公衛生 最常出現的事情就是 我被叫去做 我不會做的事 而且我無法拒絕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就是你不是公衛醫師 那就說我就不要做啊 大不了我就 就走嗎 但是我們現在就走不了 就是沒有那麼嚴重版的急功 我只是想要說 就是回到一開始的問題上面 就是什麼樣的人有資格去指急診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真的要嚴格定義起來的話 其實真的就只有急診科醫師有資格指急診 因為你說叫一個 就像我是內科醫師 然後我 我就是在ICU待了兩年的時間 但是你叫我直擊診我還是很差 因為有些 ICU要講中文 喔喔喔喔 教護病房 在教護病房裡面 ICU就是教護病房 在教護病房裡面就是值了兩年 就像你什麼重症都看過 但是你沒有看過 就是重症走進來的那一個瞬間 所以你其實重症走進來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中症啊 就是說實在 我真的不會分 如果他今天是 其實他待會就是可能 半小時之後就掛點了 但是我有可能真的看不出來 這是我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我雖然看過很多 躺在那邊很嚴重的 但是這一個 我真的有可能看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 真的嚴格定義起來的話 真的只有急診科醫師 有資格看急診科 但是現在就是 因為他說人力不夠嘛 那大家急診 很多地方其實都有開急診 那但是你開了急診 沒有人能夠塞的話 就變成說 那你能夠承受到 什麼程度的急診品級 那 對啊 那這個就超級模糊的 就是 就是因為沒有人界定 所以說實在他真的就是 要誰去看都可以 除非今天有一個法條規定說 你眼科跟皮膚科禁止看急診 這樣子 才有可能做到 對但不可能啊 所以 其實這裡有幾個層次問題 第一個層次是 好 這家醫院的 一定要每家醫院都開急診嗎 三家醫院正隔五分鐘 每一家都開一個急診 現在說我們缺急診醫師 但是如果三家醫院的急診醫師 只有在一家醫院的話 人很夠 那可是為什麼我們不會做這件事 評鑑是一個再來就是錢啊 去你家去你家看我們就沒有得錢啊 沒有拿 這件事情其實之前在 就是也是在台灣很南邊的那個小鎮上面 曾經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他們三家 他們有三家醫院 然後他們就讓這三家醫院輪流 就比如說今天禮拜一就去這家 明天禮拜二去那家 然後後天禮拜三去那家 後來為什麼破工了 因為三家感情不好 這就是麻煩點 就是在區域其實是沒有在分配資源的 這區域這件事情是不合作 然後再說 我們一家醫院不夠人 那三家醫院加起來說你其實夠喔 這就是麻煩的地方 好 這是急診 急診這件事情其實大家可以想一想 還蠻多真的會遇到你被迫去急 你不會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會有很大的問題 其實很多啊 我現在可以想到有什麼啊 大家有沒有要補充 比如說除了任何科別都可以植急診 再來是 兒科植內科加護病房 精神科植內科病房 兒科植急診 然後還有某個人很衰的遇到重大 大量患 我就不說是誰了 對 有沒有就是這種其實 就是其實很多事情是 沒有出事的時候好像 就是大家沒有看出來他不是急診醫師也沒事 但是出事的時候醫院的態度大概都會是 應該這個醫生能力不夠吧 所以是這個醫生的醫療舒適 這件事情對公費生來說其實會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壓力 再來這是病人安全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 當我在做一件事情是 但是我不會的時候 我不太確定我會不會的時候 醫生的心理壓力也很大 尤其當你後面是空空的沒有人可以幫你的時候 你其實會很怕這個病人在你的手上出事 而這件事情是可以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壓力跟創傷的 對 那我自己個人今天就是我在綠島 然後 沒有 綠島就是一次上班就是一個人 但是綠島 你只有一家診所 那家診所我不會看急診 所以就是 這個島上面所有的急重症就是送衛生所 但是我當初他 我去我就兒科嘛 所以我也沒有看過重症 我人生第一次處理重大外傷 就是在綠島自己一個人 有某一個人他騎摩托車 就一輛發水車去 對 逆向去裝一輛摩托車 結果那個前座那個女生 後來其實是 兩隻腳是 骨骨都骨折 骨盆骨折 然後 肝臟跟皮臟都破 來的時候其實就是 插管 只插沒幾久 插管掐水 就是趕快給點滴 然後趕快送出去 後來過一個禮拜死在外面 就死在外面的醫院 對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 當下對我來說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因為我很明確的知道 這件事情可以講嗎 就是我很明確的知道 這件事情其實是 我雖然說我覺得 我自己會 其實每一個病人去世 然後對醫生來說 都會造成什麼大的心理創傷 我會去回想我做某一 每一件事情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是我沒有做好的 是不是有某件事情 我做了之後 就不會造成這種結果 其實很多醫生 都會回去回想那整個過程 但我會覺得 在當地的那個狀況 我不能書寫 我沒有書寫喔 我沒有 我就是我只能按了兩 我只能放了兩條 我只能放了兩條 大經脈 然後狂掐水 交給你